镜头来到马来西亚 马六甲慈祭助学金的家房 志工和家具公司合作 赠送桌椅给需要的家庭 让他们有良好的阅读空间 可以安心求学 一箱箱还没有组装的桌椅 从一楼要搬到四楼 很费力 但这份爱 郭鼠平一定要送到 那天来做讲述学金的家房 然后就看到家具方面 怎么说这些设备很缺乏 我们都是生产这些餐座椅的 所以就向公司申请了 家具有人赞助 志工动手组装 看似简单的任务 却状况百出 装错椅子 高低不一样 如果做得不好 我们做得不舒服 不要紧 我们不放弃的再来 OK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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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容易组装了一个小时 终于完成 原本空荡荡的家 看起来也温暖许多 可以做家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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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有的工作都比较稳 都比较稳 不容易躲躲在桌上 所以 常常在社会 有什么亲戚 都帮助我 所以 我真的愿意愉快 志工的爱还送到这一家 助学生的妈妈因为长期工作 如果没时间打理家务 四个小孩更是没有良好的阅读空间 你看他的小孩 虽然是说家里不是很富裕 感觉上就是还孝顺 然后又工作不错 就是给他们一个更好的环境 成长的环境 同理心启发志工爱的动力 让有需要帮助的助学生 安心学习 打开新闻 吕佳佳洋福全 马来西亚报导